台中太平护国清凉寺 住持舍报往生 也将于国内的11月28日举办追思战胜会 台中太平清凉寺是知名的佛教道场 尤其已举办各种佛教共修活动而著称 最早的开山是由主云老和尚发愿建造 后来在住持会议老和尚手中完成 上个月会议老和尚在九十大寿前远吉舍报 日前安放在清凉寺开山堂 弟子在悲痛之余 也为老和尚做七七功德佛事 关于老和尚的事迹带您来了解 我们护国清凉寺上会下以老和尚 在今年10月30日晚上舍报 然后我们老和尚他在舍报的是可以说 非常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病痛 很安详的来往生 这个可以说是老和尚在最后他这个晚年的时间 最后这段时间他可以说非常非常清净的 可以说很专心很真心的在用功来修持 所以在这次老和尚安详圆吉之后 然后所有的弟子都一直回来 来跟老和尚念佛 然后来一直不断的诵经念佛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预备是在国历11月28日 要来举行老和尚的这个赞颂会 那在11月26号这一天呢 是要做赞颂会之前的功德 早上呢9点要来拜大悲忏 下午3点要放七大事的宴口 所以这种种的时间上的安排呢 所以不得已呢 我们只好把这个赞颂会的时间来提早 到早上6点半7点来开始这个赞颂会 所以请所有的法师居士们 如果你们要来参加这个赞颂会 我们清凉室呢有提供住宿 但是必须请你们提早来跟我们来报名 来跟我们通知 本月国历11月28号将于上午6点半 在太平清凉寺举办公祭赞颂会 欢迎十方大众一起来恭送 会议老和尚上升联品 也感谢老和尚多年来的苦心与辛劳 法界新闻拥取台中采访报道 先看下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开